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 75周年座谈会25号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中共二十大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充分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 彰显多党合作的新作为新贡献 王沪宁表示 75年前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 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共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 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坚持致力于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 新征程上 各民主党派和五党派人士 要巩固深化政治共识 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 坚定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 好帮手 好同事 石泰峰主持座谈会 郑建邦 丁仲理 郝明金 蔡达峰 何维 蒋作军 武维华 苏辉 林毅夫 先后做了发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